欢迎您收看《突发奇象》 我是安佑琪 也请记得扫描右下方的QR Code 上YouTube来订阅《突发奇象》 好 这个周末假日呢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周六呢 不但有韩国瑜又一场的造势大会 而且据说 这一场在台中的造势 将会是望中媒体呢 决定要不要丢包韩国瑜的关键 而紧接着在礼拜天登场的 则是由馆长和时代力量立委 黄国昌所发起的 拒绝红色媒体大游行 要来跟望中集团呛吓 但另外一方面呢 韩国瑜自从喊出了 Yes I do确定要参选之后 前天竟然连国三生 都当面跟韩市长呛吓 说韩市长要选总统的这一件事情 实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韩市长是不甘示弱吗 昨天居然一天之内 就推出了六场直播 那今天呢 刚好是突发奇象年轻人时间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现场又请来了 两位年轻人的代表啊 也来听听他们对于韩市长 这六场直播的看法如何 当然韩市长在党内 最强劲的对手郭台铭 最近呢也是动作 频频不甘寂寞啊 那这个郭台铭呢 今天去参加了 鸿海的股东会 由于这很可能是 郭董最后一次 来参加鸿海的股东会了 所以现场呢 是这个小股东 可以说是把现场给挤爆了 不过郭董在这个时候 居然语出惊人的说 如果他可以选上总统 那当完总统之后 他可以有条件的 回郭鸿海重掌大权 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那郭董既然心系鸿海 为什么不干脆 做好做满就好了 还要跑出来选总统呢 好 先为您介绍 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张雨韶 大家好 还有年轻选民Alan 大家晚上好 年轻选民Mike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黄光晴 大家晚安 财经专家黄石聪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民党即将在 7月的8号到14号呢 要进行党内的 这个初选的民调了 那以目前为止看起来呢 在国民党内呢 最强的还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但是两个人现在民调 看起来是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厮杀是非常的激烈 那韩市长呢 昨天一天六直播 要来告诉大家 高雄市长到底在忙什么 那郭董呢 今天则是出席了 这个红海的股东会 不过呢 在股东会上 他居然语出惊人的说 当完总统之后 他要重掌红海大权 不过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对 事实上今天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这个韩国已经办了 三场这个大造势 今天可以说是 郭台铭的第一场大造势 如果大家有看那个 早上那个画面来说的话 今天可以说是将近一万人 去挤爆了这个 红海股东会的这个会场 算是有史以来 你可以看到密密码码 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股东会 那当然了 发表 我们看到他最后说 这个发表这个告别演说 台下都在喊 动算动算 所以也难就是他第一场的 这个造势大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 今天其实是 郭董的第一场造势大会 当然他六月底 还有在板桥 还有一个三天的这个园游会 那其实呢 他们这个礼拜也互相短兵相接 我们可以看到 你明天的话 明天下午的时候 韩国瑜不是要在 这个台中办造势大会吗 实际上他明天下午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播会 他要跟孙正义两个对谈 也就是说 你是这种所谓的街头造势 你可能是这种所谓的庶民 那我 我也不要隐瞒了 我就是这个所谓经济选民 我现在跟国际接轨 所以显然了 他也是慢慢的 用他自己的优势 出来跟韩国瑜打这一战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哎呦 他这个刚才又齐就问到说 那他为什么不继续 当鸿海董事长就好了吗 你看 他今天其实有跟大家 稍微的说明 他说鸿海真的没办法 做到两百块 那如果没办法的话 那我可以做完总统之后 再回来做 那当然大家很觉得很奇怪 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个要了这个一半的时间 所以他当总统是要帮鸿海的股价 冲上两百块就对了 当然也不能这样解释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郭台铭他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是用财经的眼光 我这不是政治的眼光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以目前的中美贸易大战的 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鸿海如果中美合 中美如果合作的话 对鸿海非常好 因为他可以两面都是吃到这个甜头 因为他中国大概有投资面板 投资半导体会非常好 那另外一方面 他跟美国订单很多时候 他也可以过来 他可以扮演中美两个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必要出来选总统 但是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出来选总统 为什么必须 第二个中美贸易打得很火热的时候 他鸿海会损伤非常惨重 因为第一个 三千亿的关税全部被磕 我在台力做做的 要到美国去被磕关税 那对不对 那当然会很惨 在美国禁止华为的这个 禁止华为不让他给他计数的时候 华为订单会掉 所以华为是他第二大客户 那好 中国大会跟美国关系不好 中国大会的民众就减少买苹果的订单 那苹果是他第一大客户 所以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 他两面夹杀 那两面夹杀的时候 他当然要想说 那糟糕 那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来说 他不得不出来 因为第一个 他现在工程都在中国大陆 他短时间之内是搬不出来的 那中国大会在这时候 更不可能让他搬 因为你一搬走的话 是60万的工作机会不见 所以他不可能让他搬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承受 中美贸易大战的 两边夹杀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是两面夹杀 那他出来选总统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他可以垫高他们整个红海集团 在两岸之间的这个知名度 跟在美国之间的知名度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这个目前来说的话 是中美这次贸易大战 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对美国也打了很多台湾牌 如果红海我现在是 显然是没办法短时间救回来 那怎么办 我用台湾总统这个角度来说 我又取得一个进可攻退可守 对我红海集团来说 当然也是个庇佑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整个 这个出来选的他个人的想法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自己自认 他自认说中美贸易大战 这样状况之下 台湾就好像一个小船 在坡浪中间这样来来回回 他自认说他是老船长 他可以把他开得很好 那当然是他自己的期许 不过我们是相信说 他当然有很多他的想法 但是他有一个 始终有一个弱点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始终 第一个不太亲民 对 他跟一般民众的距离感好像有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年轻人的话 好像也没办法站在一起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几天 登上这个YouTube排行榜的冠军 为什么 他跟这个网红的JOMEN 他们去一个 就是说JOMEN去他家 去他的这个信义 这个富邦的这个豪宅 去开箱 那这个开箱 现在已经冲到三百多万次 这个所谓的观看数 真的非常多 真的很吓人 那为什么大家会去看呢 为什么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首富的家是怎么样 对啊到底有多豪华 对那他这个地方 事实上新义富邦是在这个 松永路那附近 那他这次去的是他的一楼 因为郭董在这一栋豪宅里面 一共有六户 他只是其中一户 所以难怪不用装修 六户对那六户 那这六户的话 他平均每一户 这个每一户大概是五亿多 他其实他的这一户豪宅 曾经创下一瓶三百八十五万的 台湾的最高级 目前台湾最高级 就是在他由郭台铭创下的 那你看他整个里面的话 当然是富力弹簧 你看这个久妹人都说 一开始就看到这个老虎秀 说你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他三十年前跟他的前妻 他们在拍卖会上面买到 那你看里面的这个装扮 你看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哇糟糕 他跟年轻人的距离又拉得更远 跟一般庶民的距离又拉得更远 你不能这样讲 他说因为装潢费很贵 所以我就没有去花那个钱 对但是这个听起来的话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好像只有你能讲得起 这在云端的人才讲得起 你看看他那台大电视 是一百二十寸的 那这一百二十寸是夏普 帮他特别定做 从台湾只有两台 那你看大家看他的整个 这个状况里面来说 当然他最后有转到什么 他最后有去转说 你看我的这个皮带 是我前妻送给我的 我这个还是很珍惜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他的所谓的这个高贵的 这个形象来说 还是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包袱 也是他的这个 他如果能够干脆就说 对我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好一点 他不要两面这样讨好 有时候反而是两面挨耳光 那我们看 尤其他最近呢 他最近跟很多年轻人的讲法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又觉得说 你到底是怎样 你看比如说他5月12号就说 他如果年轻人 还是拿那么多薪水的话 台湾是经济是没有希望的 我这样一出来说 他因为他当初竞选的口号是说 他要帮未来年轻人 找一个出路 结果你居然这样说 结果他就说隔天说 没有没有 我只少讲了一个纸质 你看如果台湾年轻人 只是拿那么多薪水的话 那台湾是没有希望 这个意思完全相反 所以马上就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另外一个 6月15号的时候他就说 但我要讲这个话的选举 要等到选举之后 先把年轻人的票骗到手再说 那大家就说 你原来你终于 原来你在骗票 说了真心话 你就是要把年轻人的票 这个骗到手 那他后来还为这段言论公开道歉 他说没有没有 他只是这个口快一词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真心来分析 郭台铭董事长的这个想法 事实上郭台铭董事长是一个 他要做什么时候 他可以隐藏他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想法 他为了要达到 他一定要先达到他的目的为止 所以要选总统 要选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做任何的手段 我其实在节目很早就说 他会做任何的手段 大家都想不到的手段 一定要赢取这个总统的这个大位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接下来看 因为他今天辞掉了这个洪海董事长 还是正式的要开始 要开战 要开战 他以后可以火力全开 要开始骗票了 对 那是你说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说的 他自己说的 另外一个他又跟这个蔡阿嘎 蔡阿嘎又去他们豪宅 那两个又合体之后 结果没想到蔡阿嘎反而被很多网友骂 就说你不是这个支持这个蔡英文总统吗 你怎么又去跟郭台铭一起 就说他就说 这个钱你也赚得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郭台铭的这个 刚才我们一开始破题而讲到 郭台铭跟韩国瑜的 这个所谓民调是在拉近之中 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 韩国瑜在往下掉 但是郭台铭也没有上来 他们也没有出现一个 政治的这个黄金交叉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 会有很大的变化 大变化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第一个 国政说明会要展开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郭台铭的强项 但是也可能是弱项 那也可能是韩国瑜的强项 也可能是韩国瑜的弱项 这个是值得观察 第二个就是说 郭台铭接下来有非常多 我认为他会有非常多的 造势活动场合会加大 攻击这个韩国瑜的这个火力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个礼拜 才是真正国民党 这个决战总统的一个关键期 不过还是帮郭董讲一下 因为郭董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可以选上总统 当完总统之后 鸿海如果他的股价 没有办法到200块的话 他就做完总统再回来 这个鸿海做 他的意思是说 可是在他的 如果他可以当总统 在他任内的话 他认为他可以把经济 听到这个大家经济都会变好 当然股价都不会在200块以下 可是学伟 你还是说 你对郭台铭接下来的说话 你觉得实在是失望透顶 当然我对他 今天的股东会失望透顶 我那时候就 一两个月前我就讲过 郭台铭你今天 如果要在党内出血翻盘 直接赢过韩国瑜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裸退 对不对 你在股东会上面就说 我绝对不涉及鸿海的事情 对不对 像他今天讲说 他如果股票没有到200块 你不就让人家觉得说 你选这个总统 你选上之后 你不是土利鸿海吗 以后如果国安基金 要护盘要干什么的话 是不是都要先买鸿海 对不对 让人家有那个质疑在 对不对 你要解释清楚 对不对 你说你回锅鸿海 如果总统做不到 那个鸿海没有200块的话 我要回锅去当董事长 那表示说 你在当总统这几年的时候 鸿海还是在你的掌握之中 对不对 就是郭台鸣 我说一句话 你今天虽然不是董事长 你去开会的时候 看着你坐在那儿 谁敢说话 对不对 没有先跟你请示的话 谁敢做决定 对不对 所以你就没有完完全全裸退 让人家觉得说 你没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为了要选总统 我可以假批都没完 对不对 身家都不要全部都丢了 其实你知道吗 郭台鸣有个很好的机会 你知道吗 像说这一次 王金平退选 对不对 王金平不是人家讲说 他是10%吗 对不对 王一层嘛 对不对 一层在那儿 对不对 问题是这一层 说实在话 有6% 他们讲 有6%是流向郭台鸣 1%流向韩国瑜 对不对 那你6%跟1%的话 你就已经赢5%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要好好 去跟王金平沟通 去跟王金平请益 对不对 要某种程度的结盟 否则你以为那边韩国瑜 吃百事物 跑到绿白院去突袭 王金平干什么 对不对 他也是坚定的 对不对 这5%如果全都跑去 6%全部跑到郭台鸣那边的话 他们就一层就差5% 这差距就大了 那第二个机会是说 韩国瑜现在他的老潮 他的高雄 说实在 登革热问题 淹水问题 说实在话 他在高雄都的支持度 是一直往下 而且这往下的话 说实在南台湾这个地方 屏东台南就在附近 这个外衣效应会不会溢出来 对不对 你屏东的人 台南的人 这个本来就是绿的大本营 你高雄都已经跌跌 到这样两成的支持度了 对不对 那你其他不会外衣 搞不好那屏东 你去做一个调查 屏东搞不好支持度剩10% 台南搞不好剩5%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是很问题 那你这个时候你知道 你南台湾失守 对不对 你郭台铭就应该天天去 常常去嘛 对不对 去台南屏东 创造就位机会去干什么 不是去买鱼 鱼鱼 对不对 还不知道 价格多少 说我吃米不知道米家 你身材 几千亿的人 住什么房子 我也很想看 问题是看的时候 你知道吗 竟然有锅粉 跑到我的那个 那个脸书上 给我留言 说什么 谁说台湾现在牌赴 仇富 我说真的 对于这种锅粉 你有智商 我很难跟你解释 对不对 台湾仇富还要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你去问一下嘛 台湾有多少人仇富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开箱 你那个开箱 那个豪宅的话 我说真的 还有很多人看了之后 就觉得说你看 你这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你怎么会了解 我们的生活多痛苦 我一个月赚两三万块 我怎么养家活口 你那台电视 就可以让我们家过一年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 不是接力气嘛 对不对 好了 那我就跟你讲说 郭台铭 你之前选了这么多 弄了那么多的东西 说实在话 真的我觉得 你这种地系组 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接 你今天讲的这些话 而且他问题又出来了 对不对 他不是说少讲一个职 说什么年轻人 骗到手再说 你跟这个毛病 跟韩国有什么差别 太后来说 对不对 你说出来 如果说不对 对不对 你事后再去弥补 我就跟你讲说 有些话 第一时间讲出来的 你后面要花五倍 十倍的力气 只要把它扳回来 都很难 大家都直觉说 就是你这个感觉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真的选举 你不要犯的跟韩国 一样的错 真的什么叫做多说多错 真的要从现在开始 郭台铭真的要谨言顺行 不过这个郭台铭也讲了啦 就说我是来拼经济的啊 我要翻转台湾的闷经济啊 可是呢 刚刚学伟特别也提到了 除了韩国瑜 现在已经流失了中间 跟这个年轻选民之外 郭董感觉上好像跟年轻人 之间也有鸿沟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今天现场请来的 这个年轻人的代表了 麦克是政治大学 跟台大英就所毕业的 今年才28岁 非常的年轻哦 那你怎么看你周遭的人 对郭董的看法是怎样 其实我身边有分两群年轻人 有人真的是非常挺郭的 因为他觉得 过去总统都是台下法律系 那今天郭董 他身为一个创业有成的CEO 那是换来当总统看看 是不是可以真的拼出什么来 对 这是他们普遍支持 郭台铭的一种原因 对 那比较反 郭台铭的是比较关心政治的 那群年轻人 他们知道魔鬼藏在细节里 怎么说就像刚刚是那个赤松哥 讲说的 中国需要富士康啊 富士康也需要中国啊 所以郭台铭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那他是不是要先做好回避 跟选民交代 他这一块会不会比韩国语更轻忠 那比较反郭台铭的是比较关心政治的那群年轻人 他们知道魔鬼藏在细节里 怎么说就像刚刚是那个赤松哥 讲说的中国需要富士康啊 富士康也需要中国啊 所以郭台铭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那他是不是要先做好回避 跟选民交代他这一块会不会比韩国语更轻忠 这是这群人所非常担心的一个议题 那你观察这个周围啊 就是说真的有像这个学伟哥讲的 就是说对郭台铭那种讨厌 只是纯粹的仇富而已吗 年轻人仇富我觉得是一定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像我们自己刚出社会我台大政大这样子也才三四万块 其实说真的已经虽然比平均的还高一点点了 但我觉得要在台湾社会生存其实还蛮困难的 我们老实讲 像现在房价这么高 然后他要开箱这种首富豪宅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我觉得 让年轻人跟你的距离越远 可是他很大方的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赚来的啊 那就像刚刚他讲的 就是纯粹一个好奇去了解而已 了解完后他是吐槽还是支持 我觉得自有公道啦 那Alan你怎么看这个郭台铭 他的这一些动作 而且确实啦 他说把年轻人的票骗到手再说 他后来为什么道歉 因为已经在网路发酵啦 那年轻人能够接受他的道歉吗 其实刚刚Mike说 他说他分两派 但是我自己身边的年轻人们坦白说 很像都不太支持郭台铭 那我讲一下我的看法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要想说 为什么今天出来跟韩国瑜竞选的人 是郭台铭 为什么是这个人 因为本来来讲 你论国民党的这个政党里面的渊源 或是辈分来讲 轮不到他来出现 那因为现在台湾人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可以给经济啊 是啊 所以当年韩国瑜出来 他说什么 他是我是卖菜狼 我会做生意 可是你一个卖菜狼 VS一个鸿海董事长 就是小孩打大人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说服力 那导致说吴敦毅党主席 当时本来想要借韩来打王朱 导致他现在愿意给郭台铭机会 让他出来跟他试试看 看谁比较厉害 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年轻人们会比较 不支持郭总的原因 可能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在于说 他做过什么 他说他再来 如果选上总统的话 他要恢复18%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议题 坦白讲先不管对与错 他本来就是有个 世代对立的感觉了 因为年轻人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对年轻人来讲 是不公平的 是不利的 我一个月这样 我拼死拼我台大毕业 一个月可能才三四万 你在家躺着一个月 五六万六七万 那这什么世界 所以你既然要让 这样的事情恢复 那怎么会说服得了我们 我们可能为了你一张 后来的股票 我要做四五个月 才可以买到一张 那我现在怎么能够 就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说实在 郭董后来有讲说 因为我把经济 冰起来之后 我就可以恢复了 他是有前提的 他有前提 但是我认为 其实经济只要起来 各位去思考有问题 经济只要上升了 那中小企业跟财阀 就会把它拉锯成 一个M型化的社会 但台湾里面有八百九十万的人 是在中小企业上班 八百九十万 占了七十四 七十八点四%的这个比例 那这些选民他们会认为说 未来如果真的好 富人当政好了 或是富人治国 那经济M型化之后 到底我会落在前面那个M 还是后面那个巅峰 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有疑虑的 再来 郭董有时候 他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 像刚刚提到的 他有时候会讲错一些话 但是他讲了什么话 比如说他之前 在去年的六月二十二号说过 他要再做五年 那到今年刚好买 到今天刚好买一年了 六月二十一号 他说什么 他要退休了 要休息了 怎么你的五年 等于现社会的一年呢 你是有时间保时吗 奇异博士吗 我就觉得说 很像他讲的跟他做的 也有点不太一样 那讲话跟做的不一样 也没关系 反正韩国瑜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 这个是也没关系 韩国瑜四年变半 对 可是问题是 郭董你在讲X话的能力上 江西的那个X话的能力上 又输给了那个韩国瑜太多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很擅长 像韩国瑜这样 很会去用他的演讲魅力 来鼓舞民众的一个人 所以郭董现在很聪明 他现在 我既然我自己 不会像韩总这样子 去让民众们吵起来喜欢我 那很简单 我利用更多的钱 因为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可以跟网红合作 我可以去雇用专业的 这个所谓的雇文 来知道 来教我怎么做网络的这个行销 用空军来打胜这场初选 都是有可能的第四点 为什么年轻人会比较不认同他 是因为他之前在一些议题上面 比如说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 这个学运应该可以说是代表 年轻人的想法的一个运动 没错吧 对 他讲什么 他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可是年轻人会认为说 对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饭已经吃的不太饱了 那让我守住之后的民主 会怎么样吗 对所以很多年轻人对于 他为中国的这个定位 是有疑虑的 比如说他来做总统好了 是不是跟当时川普来做总统 有很像的概念 因为一个富可敌国的人 终于当政治国了 对不对 可是川普他今天很敢 他敢对中国嗆声 敢直接给你打中国 打经济 打贸易 但郭总你敢吗 你在中国那边的势力 你敢放得下吗 这是人间的疑虑 所以就这部分来讲 郭总他可能没有办法 觉得很好 所以他说这个一国两制 不可能会在台湾 他反对一国两制 你们也不买单就对了 他是说他会建构 其一个安全的防护网 那有人就反风说 是不是要像他在富士兆一样 铺一个网子 避免人家跳楼 是要用什么防护网来做 因为你讲了防护网 可是我们认为不可能 比如说前阵子 有很像有一个爆料 说他有接受一些 可能他的资金或什么 在他的企业上 这个我还没有查证过 我不能乱讲 不过可能现在 我上面很多资料 可以找得到 这样的一个质疑的点 那今天如果今天 你真的当政了之后 中国说你这个议题 你要怎么做 不然我们就把你的 那边的资源断掉 那你有这个本事 站出来为年轻人 为台湾去做捍卫吗 这是很多年轻人 所以看起来郭董跟年轻人之间的 红沟真的还有待修补 可是另外这个能够修补得起来 韩国瑜 这个韩市长自从讲了 这个yes I do之后 但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登革日的事情 他也被骂翻了 然后还有郭三生跟他呛家 说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那太可笑了 韩市长你醒醒吧 结果韩市长不但没有醒 昨天一日六直播 可是他很尝试的要改变 那他在这个直播里面 他一直强调要告诉大家说 高雄市长到底在忙什么 来问一下学伟 你有看直播 他到底在忙什么 其实这个忙什么 这个我好几个月前 就已经告诉他了 对不对 你高雄市你的物本 你的那个固本 你要把高雄做好之后 人家才会觉得说 你有能力去选总统 因为你高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他总是 我讲了之后 大概已经一两个月了 他现在才有点醒过来 可能是那个 加上那个国中生跟他说 你醒醒吧 果然中想到说 学伟好像一两个月前讲过 醒一下吧 所以你看 他开始学那个科 科匹了 嗡嗡嗡嗡嗡嗡 你看 一天六直播 对 去拜访 拜访 接受访问 还有去吃美食 跟网红去夜市 晚上竟然还有时间去视察 露萍跟酒驾零解 你说这样子 对不对 当然对嘛 而且一大早就去登革热 防疫策略找会 这个登革热 其实我跟你讲 他再要是不去登革热的话 他今天用定死 我没在骗 高雄现在真的登革热 我一直在强调 登革热高雄不能死一个人 你都死一个人 比死一百个人更严重 因为你韓国要选总统 你其他都不用 而且人民关天 对啊 我就跟你讲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做这些事情 当然了 因为他之前让人家觉得说 是荒废的那个高雄市政嘛 对不对 你一心都想着要选选选总统 你知道中小平最近一直在警告他 恐吓他你知道吗 你选总统没关系对不对 我听你选总统 问题是你总统 如果没有选上的话 你再回高雄 你下一任要连任高雄市长 都没有 都没有机会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韓粉严那时候 四年以后也退烧了 对不对 那你韓国瑜不就失业 对不对 那就回去当维多利亚 那个学校的董事长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韓国瑜当人 他现在头睡下去了 不可以没睡了 他现在怎样 你要注重他的网路声量 他一直要制造话题性嘛 所以他用直播啦 可是说实在话 这个直播你看 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很可怜 三月十六号 那时候三一六 那个立委补选 说你看八十五万人 对不对 五月十号母亲节 有五十万人 六月二十号十一万 昨天剩一千多 昨天剩一千多 85万掉到一千多 对啊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在乎了嘛 真的雪崩耶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的动作就很慢嘛 对不对 从以前就告诉你说 你要让人家知道 你在高雄是做了什么 留下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政绩啊 你到现在的时候 才开始在顾着的东西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不错 那个登革乐 他炮打中央对不对 打跟苏贞商打 打起来对不对 大家也觉得说不错啊 你看哦 你用这种方式跟中央去斗 让人家觉得说 你有专心在高雄市政上面 你很在乎高雄市市民的人命对不对 人命关天 所以人家他的那个声量是有起来 正面的网路也有人在做评评 问题是 是你韩国瑜还是你苏贞昌嘛 大家都觉得问题是在苏贞昌身上啊 那你稍稍勃活一层 没有错 所以你要加把劲 对不对 你要开始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直播 是在维持他的声量 维持他的曝光率 维持他的话题性 不说真的 你整天只造势而已 造势说真的都只同温层 每天都整天人 带来带去 今天花蓮一日游 明天凯道一日游 后天又哪里一日游 搞到最后都同温层 同乐会 所以跟你讲说 我真的昨天也郑重的呼吁你 不要再办这些造势同乐会 高雄灭文日 真的号召这些韩粉 去高雄去除草 韩粉出征 寸草不生 你就把草除一除 对不对 去把那个积水清一清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你去 林里里面去查嘛去寻嘛 对不对 高雄市卫生局清潔队 没有这么多人 环保局也没这么多人 那怎么样就叫韩粉去 你也不用天天喊说 韩粉什么十万二十万 还在紧张说 今天来多少 现在又开始划划 台中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不用啦 你高雄灭文日 加了两三万对不对 我跟你讲 那高雄市民对你来说的话 你看你可以号召你的韩粉 连那个央视都已经在讲说 你这个韩粉就是造成你韩国瑜 排他性很很重 就是造成你民调往下 支持度往下的那个原因嘛 对不对 连央视都在骂韩粉 对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韩国瑜我就讲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约束 你这些韩粉嘛 那你如果真的要能够约束 又能够让你在高雄 那个声望提高 正面影响提高的话 真的高雄灭文日 赶快号召韩粉来除草 对不对 我说一下我保证 我昨天也讲过 我保证你的支持度 没有升5到10%的话 我从此不批评韩国瑜 问一下光晴啦 你怎么看 韩市长昨天正做起来 一天七直播 坦白讲 一整天要跑这样在高雄 那么大太阳那么热 其实也蛮累的啊 所以韩国瑜这么做 到底能不能够挽回一点 高雄市民的心 要说他力图正做不行吗 我们传统的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实力 跟行政绩效 通常是做一任县市首长 四年甚至有连任做八年 他的sample可能会是像 郑文燦那个雏形 他之前做过议员 还有做过他们民进党的 党部主委等等 他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历练 我们老式的传统的政治的模式 应该是这样 雏形应该是这样 可是韩国瑜他完全打破了 这样一个政治模式 他还是一直停留在选举状态 所以你如果把他想成选举咖 他选完高雄市市长 他立刻来选总统 他完全没有关机过 所以他还是那个活蹦乱跳 在肇事现场 登高一夫还是有韩粉 跟随他的韩国瑜 可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分身 我既要做高雄市市长 我又要去选总统 而这是两个时空环境 完全不同的 你如果把他想成选举咖 他选完高雄市市长 他立刻来选总统 他完全没有关机过 所以他还是那个活蹦乱跳 在肇事现场 登高一夫还是有韩粉 跟随他的韩国瑜 可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分身 我既要做高雄市市长 我又要去选总统 而这是两个时空环境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你要告人 你要下个礼拜发表证件发表会 或者是说你未来 你还要造势 你不只是不能停留在高雄 你还要分身到其他各个 全国的各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看到他这几个礼拜 那好 那这样的韩国瑜 他马上回防高雄市政 为什么 因为他选总统 如果高雄市这个 已经没有诚信了 他已经是要绕跑了 现在又破一坑 很大坑的 而且是百病重生 市政这边一坑 然后现在人事又一坑 什么都是报在高雄的 这会变成一个大家质疑他 那你这样的草包市长 你这样可以去做总统吗 去做总统那真的是荒腔走板 那不是更严重吗 所以他必须回防 把高雄市政做好 可是你看他戴安全帽 坐在机车上 如果他不去选总统 这个景象多么美好 觉得你就是大家想象中 那个庶民市长 韩国瑜接地气 然后有心要让高雄市民 过得好 然后要发大财 或出去人进来 什么都美好的 即便我提了几个 有人评论成是江湖郎中式的 什么太平岛挖石油 爱情摩天人 那哪个人不选举 哪个人没有这些空弄的口号 如果我每一天都是像 那一日市长这样子 各地去巡 路不有没有平 有没有要淹大水 那个什么下水道 有没有挖干净 以及 现在邓革日到底怎么回事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高雄市长 可能他连任机会就很大 偏偏他是为了选总统 而不能让高雄成为他的拖累 就算是个糟糠之妻吧 我也要谈好赡养费 我也要安抚住 小孩要谁养 所以为中之际 我曾经建议了 就是说你是不是把高雄放手 你让真正的可以 爱高雄想要为高雄做事的人来做 不选嘛 改选三个月内 你如果持三个月内就要改选嘛 你让真正的不像你这样 一人分尸两脚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你让这些人通过选票的再次考验 你还给高雄市民 一个真正的大家长吧 他们当初投票给你89万票 怎么料想到有这种状况呢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困难困扰 让大家觉得你很怪 不只是怪怪的 你这样怎么能够顾好高雄市 以至于连国中小朋友都对你呛响 你把这个问题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包括会影响你的诚信 你把它解决掉 你再去选总统 而且你通过初选的几率很高 你的目的总不是只要通过初选吧 你要赢得2020的大选 你总要当总统吧 这些拖累对你来讲 真的是个很严重性的一个问题 韩国瑜如果用二阶段 那就更可恶了 二阶段 如果二阶段 我要过了初选 我才有下一步 我刚刚建议那些动作 那你这几个月你在干什么 那你骂陈局说 你这几年让高雄市民怎么过的 那我们要反问你 如果再回头看 你本来被动 你本来不选 你本来被动 你要量身打造的初选 后来你崩一下 原来你是可以参加初选的 那你那几个月不是在跟 人家说访话吗 那现在同样的 你市政如果说 我要先过第一关 我叫且战且走 高雄市民要陪着你 且战且走吗 不只你韩国瑜是市长 你的副市长 你的小内阁团员 你那些小内阁成员 那些局处首长 他们难道每天都跟你这样子 箭在悬上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子 那你对高雄市民怎么交代呢 你有看到这一块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上他要去造势了 下礼拜剩两个礼拜 马上可能要去真正去进入 总统大选的短兵相间 虽然我也认为郭台铭 我们讲说海战 陆战空战 他陆军没有出来 人家造势全部都站在排排站 虽然其中比如说举例 严清彪他说我们家族谁初选出现 我们就支持谁 先前的那一场是因为有人 他们的好朋友一直跟他们讲 你出来啦 他们是很好讲话的人 郭台铭如果有造势去拜托他 他们搞不好也会站在台上 虽然他们有接受访问说 谁出现我们就支持谁 可是就郭台铭来讲 韩国瑜至少韩军 韩军分裂了 对不对有反韩势力 然后可是并没有 意诸到他这方面 就是韩国瑜至少 他的民调下降跟郭台铭打成平手 那你郭台铭有起来吗 没有啊没有看到 在民调技术面 他们可能操作 唯一支持韩国瑜 唯一支持韩国瑜那是什么 就像民进党 他们每次初选民调那样 在家里等电话 他们没有为二 所以他也不会支持你 郭台铭他们就是唯一支持 那个几率是很高的 而且85%的对比性民调 所以我们讲到这边 我就讲说韩市长你别忘了 你刚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讨论你什么 要不要选 你说你99%你要心力 你1%要除弊 不管你要不要去超这个 陈菊当时候12年的灰地毯 但是你现在没有心力 他现在只是在补破网 什么补破网 破网就是说如果他让这个网则再继续破下去 就像防疫登革热 会死人的 如果讯息来了你如果没有清淤的话 淹大水淹到那个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变的 他只是且战且走 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有下面要面临考验了 郭台铭他是白手起家 有钱不是罪恶 因为他现在的郭台铭 他就是有钱人 但是问题是在于 像以韩国瑜 他们家也是有钱人 他们不是首富级的 但是你有钱人去装庶民 这个某种层数就是罪恶 那郭台铭的问题在哪里 有距离感 年轻人我看他们统计出来的 就两个字 为什么不接纳他 霸气 霸气代表很多意思 可能是你高高在上 你太有钱了 你以前连那个卖鸡牌的那个博士生 你都叮一下 你也某种程度你也是为选举 刚刚学委分析的那个 先骗到那个年轻人的票再说 不过光秦我再去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看起来韩国瑜做这些动作呢 可能绝大部分人还是不买单 因为你接下来 你跑了半天 你还是要去选总统嘛 可是还有一个 他最坏状况还没结束 今天有个最新的这个争议出来了 就是你居然用了一个招待所的 这个负责人 这个女老板 去当高洁的这个监察人 甚至还有媒体人酸说 我请教你台中市长 敢用金钱报的老板娘吗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比喻 这个事情的症结点在哪里 是我有第一手的采访 韩国瑜现在 跟处理王小姐的事情 一模一样的 他叫夏小姐跟郑东元 郑先生他们两个自己应付 所以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郑先生是这个夏小姐的先生 他们两个没有去登记 但是有公开仪式 然后第二个 韩国瑜说完全不认识夏招力 就是现在这个高洁的监察人 也是说谎 因为郑东元 他的女儿结婚的时候 夏小姐 就是夫妻关系了嘛 只是没去登记 他去扮演这个女儿的 主婚人 这婚人就是你韩国瑜 你不认识他们夫妇 这样还敢说不认识 郑东元就是谁呢 他就是韩国瑜自己讲一碗滷肉饭 一瓶矿泉水 而沾沾落实帮他跟韩国瑜合体 帮他开办第一个第一场滷肉饭的 把他打响的那位人士 他也是赞金医不是绷一下一溪之间 就把他过去的做的一首歌 拿去给韩国瑜 作为选举歌曲的那位推手 他也是韩国瑜的金主 可以这么说 他也去帮他募过款 那在韩国瑜刚去高雄的时候 就是郑东元带着他跑了八九个月 后来一直连续到这个事件 是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 大概在十二月间的时候 或是一月前后这边 有一天 这个郑东元跑到韩国瑜的住所 因为韩国瑜当时候就租一个房子 他后来不住官邸 后来我问到就是也就是住在 现在还住在当初租的房子 就在他的租屋处 郑东元跟他表示 他未来可能会想选立委 结果呢韩国瑜第一个 他箭头就倒向这个夏昭丽小姐了 他就直接问他几个问题 你的外文怎么样 刚好夏小姐是文早外语专科学校的 第二个问他你热不热情啊 就是他今天回应媒体的那几项 你热不热情啊 没有问到你有没有前科 那就太过分了 可是韩国瑜今天说他没有前科啊 对啊台湾百分之九十人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没有前科啊 这个标准怎么会是坐监犯科 与没有坐监犯科的人的 你所谓的私人度是这样比较呢 怪不得他常去说 那你们怎么不讲民进党那个 那个落跑的通缉犯呢 你们怎么不去讲呢 我觉得这个标准太低 第三个他问他你多大年纪 结果那个夏小姐也被问傻了 也不知道他问这个是干嘛 因为据侧面了解韩国瑜 他号称他不太用50岁以上的 那你副市长不是用了一个64岁的吗 所以现场那个夏小姐就跟他回答说 我18 18 18 就那个郑东元就跟那个夏小姐讲说 你不要这样子回答 他问你这个是条件哦 他搞不好派你任务 你不能随便答 可是当天也就跟他报说48岁 这个事情当时候都没有讲到职务 没有说我要用你做高雄的 高杰的监察人哦 并没有开这个哦 但是1月份有跟他要了一份履历 3月份本来高杰的董监事要就任 没有 延了 后来5月 夏小姐这边接到一个来函 就叫他去做高杰的监察人 可以说是先前他最简单了吧 对 接到来函之前或许有到董事会去转一下 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夏小姐不知道你要派我什么职务 那我跟大家解读一下 因为郑东元他本身是经济管理 以及土木工程的硕士 这方面而且他不是EMBA 他是MBA 他或许如果今天是他做高雄捷运的监察人 或许不会有这么大的风波 可是他要选立委 韩国瑜的意思可能是要酬拥他的妻子 他们也不否认 夏小姐过去虽然有在罗斯公司国外部 有在国际市场的一个经营的经验 他们两夫妻也不否认 他们经营酒店 民国88年开始 后来夏小姐认识郑东元之后 夏小姐挂名董事长 而先前两夫妻都跟韩国瑜 韩国瑜说没有 他们只是在卖雪茄跟红酒的 所以不要听韩国瑜的 我就导导跟你讲 相信我 你不要听这个政治人物 他遇到事情 叫韩文才去面对 现在叫这两夫妻去面对 后来还传简讯给人家 下面叫两夫妻撑住 辛苦了要忍住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辞职 你们要忍住 你们要对外站 站了以后 好 这个我就不会面子撕掉了 那问题是在于说 你的人是从 当初第一波的邻国拳 他有吸睛的这个案例 一直到后来 什么土开公司 高雄港土开公司 又用你太太的司机跟姐夫 然后一直到 后续 这个是报最大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用人士呢 你小内阁里面就有都发局长 或是有交通局长 或者是有其他的局处首长 小内阁成员 他们都附有专业 要土木有土木专业 要交通运输 有交通运输的专业 你都可以用 为什么你常用亲信 用夫人派 为什么有这些现象 现在就报了一个大的 你又不承认 你连原本认识人家 你都说不认识 你现在叫人家自己去打仗 还有郑东元 他是不赞成韩国瑜选总统的 他跟其他核心幕僚一样 曾经拉着他 建议他不要选总统的 那可是在这会儿 你说两夫妻怎么对外 他们甚至怀疑说 为什么这个才第一时间 媒体就知道 议员就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爆出来 谁认识夏昭丽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爆出来 成为一个新闻 他们有很多怀疑 可是现在头洗下去 能在同样一条船上 又叫他们要忍住撑住 辛苦了 他们只好出来 硬着头皮面对一切 可是我希望这个事情 不要祸及 因为他们是被动的 你帮一下 你给人家这个职务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韩市长 以及未来的韩总统 你这样用人 这是应酬咖吧 应酬文化里面嘛 你的所有的肢体动作 你的长才 你跟人家的热络 你才是具有热情 或许没专业了 对不对 你没前科 他有个前科 撞死人 意外过失的 对不对 你用这个标准 你以后去当总统 你可以摆的位置 连国营事业 你可以摆四千多个 有人数 如果连间接的七千多个 甚至有一万多个职务 你有这些人才吗 你如果再这样用人的话 大家不是都吓死了吗 对 问一下这个财经专家 世聪 这个监察人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而且如果听光琴这样讲 天哪 你就算不是金主酬庸 你可能也只是找一个应酬卡 来当这个监察人 而且居然监察人你居然 因为监察人大家听起来觉得是 比较高阶的比较严肃的一个职位 你居然找一个酒店的老板娘 来接这个位置 是真的非常的不适当 真的很草率吗 他的问题在哪里 应该这样说 一般公司会有所谓董监事 董事就是平常在营运公司的状况 那监察人在做什么 监察人事实上在监督 这些董事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其实是 他的位阶其实是 在高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董事会的 因为他是管 他是监督这些人的 那主要负责什么 比如说公司你要增加持股 增加那个股本的时候 或者说我每一个季度 公司都有财务报表出来 那监察人就看说 是不是有人 搞不好董监事会有人作账 总经理或是谁有作账 那个所谓监察人 要负责看这些东西 那另外就在董事会的开会的时候 他可以发表 对于这个未来这个营运方向 他也可以说一些话 甚至他认为说董事有谁 有违法行为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去这个 跟这些董事们去问 甚至起诉 告诉这些董事都有责任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要看得懂 这个财务报表 因为你一定要懂这些东西 所以他其实是需要 就是如果以这个 一般的公司的营运来说 你其实董事 他要求不会那么严格 但是反而是监察人 一个他要求 比如说最好是你有 那个会计的本业会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你的 因为你的道德层面一定要求 你如果是懂事的话 还没那么高 你要去监督别人 对监察人的要求 又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以这个case来说 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 有点用人比较草率 因为毕竟他到底懂不懂 有没有这些专业我们不了解 那我相信说 初浅的财务报表 一定谁都看得懂 但是如果你要经营到 这么高深的这些 所谓交通事业的时候 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 有一点点难度 跟有点困难所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韩市长以来的 用人风格 我们觉得说 他其实真的身边没什么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 像这个潘局长 我们也都认识 我们长期也都认识 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都很清楚 很多这个职位 很多我们都知道 太知道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的人真的很少 那人很少的时候 他现在是勉强 用他自己的光环 跟他去年创造的热度 在维持这样 让高雄市政府 还能维持得住 那如果你要真的 更上一层楼 去当总统的时候 我觉得未来的用人 我们大家是真的是 无法想象的一个状况 那我来讲 事实上这一次的 我觉得有几个状况 为什么年轻人会 慢慢的会离开 我等一下可以问 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现在都已经变成是 很讨厌韩国语 为什么很讨厌韩国语 我觉得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韩国语在去年 他的形象在 从去年创造形象 完全现在都是破灭 我们可以说 他去年的人设非常好 人物的设定 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设定 但是现在是完全破灭 第一个他去年说什么 我是令狐冲 你看起来真的有哪里那个样子 放荡不羁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个这样子很好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变成岳部群 你想要去挑战这个 你想要去挑战这个 总统大卫 你变成是岳部群 这个完全人物设定 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他之前的时候 一直在说 不出来选的时候 那时候是这个植物 那后来yes I do 就变成一个动物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也是很聪明的 你去年在当这个 在选高雄市场的时候 你可以很多口号 很多口号 其实我们当时在批评说 这个口号真的是天马行空 但是问题是好 你口口声声说 你有把握做到 那我们就让你做 就做到目前为止 还真的被我们预测到 还真的没有一项可以达成的 年轻人本来是想说 我们支持创意 看你这个创意 能不能够变成事实吗 对 事实上我曾经也有一度的 非分之想 希望说他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那真的是开创了 我们台湾过去政治人物 一个新的格局 说实来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相当的期待 就为了 问题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个所以他们现在会变成是说 韩国瑜现在讲什么话 大家都觉得说 你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个人设计完全完全不对 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来讲的话 他们是不太可能会支持他 而且现在还有更夸张的 就是你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留意到你那个背后领 对不对 你后面那个集团 在那个地方在操控的你 我觉得这些都会变成是 他未来非常大的包袱 过去是你这些成功的原因 后来也会变成是你失败的 最大的主因 对来问一下这个雨勺 你怎么看 我觉得倒不是说 监察人这个概念 是你韩国瑜 到底口袋里面 有没有人才酷 有没有智库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 在高雄 你已经快被人家看破手脚了 因为你潜于忌穷 你也翻不出什么人才了 你要搞一个智库都搞不起来 正常的政治人物 应该把你的选举补助款 拿来成立一个智库 来严定政策 不论是现在高雄市政也好 或是台湾的国策也好 可是现在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你要问鼎大卫 台湾的问题 基本上觉得比高雄市政 要复杂很多 台美关系 两岸关系 产业升级 社会福利 转型正义司法改革 我随便练的就这么多了 请问呢 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人 也没有人呢 帮你去做这些政策的规划 也蛮有人帮你做的设想 难道你就把过去的排咖 酒咖 或者是跳舞的 或者是呢 陪你喝两杯的人 都找来吗 这些可能是 肝胆香肇的好兄弟 好姐妹 但是有没有办法 帮你称国政 称市政 所以啊 韩国瑜啊 实力不足 准备不佳的状况之下 大家越来越不相信 他的原因 因为 你拿出什么东西 最简单 高雄你只要60分啊 明明抢抢就可以了 结果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60分 我认为 韩国瑜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政治一万分 但是啊 经济啊 只有大概两三分而已 不过问一下这个Alan 听到现在 你心里的这个感想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韩市长昨天其实 他也开始振挫起来了 不是一天六直播 我还讲错了 是一天七直播 虽然说看的人降到只剩一千多人 怎么会落差这么大 本来是八十五万人 你觉得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为什么要直播 先来看这个问题 那就是想要在网红上面炒出声量来嘛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这东西最早是谁做的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柯文哲为了宣传世大运 他当时在十天之内 跟九个网红合作 然后创下了五百万的点月率 你给他换算一下 这样平均一个人口的出击率只要零点二块的台币 所以他们发现说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你知道吗 导致说后来每个人都想要往这边去发展的 那我们刚刚像光琴姐有讲到 选举有分陆军海军空军 陆军对谁有用 对长辈有用吗 选举造势 大家排在那边坐在那边 我们都走出来了 我们挺你我挺谁 这是陆军 那空军的话 像这就算是空军的范畴 网路的声量 或像蔡英文的行动代号 那海军的话是比较少 像王世坚会跳海 那算海军那不管 总之就是说 反正各有一个方法去做 你直播是想让民众看到 你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可是现在新闻的所有的声量 都聚焦在你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比方说 他前几天好了 去跟那个小学生 国务生颁奖 那像其实坦白讲 我以前毕业的时候 我也是市长奖的 如果今天我换做是我这个人 我被他这样摸头 老实说我也不太爽 因为我就觉得说你没有必要 而且小学生讲也没有错 就是为什么你要 你要一直在那边讲一些 有的没有的空话 那他也讲了很多东西 像他之前在宣传市政的时候 他说他签了很多的MOU 很多的备忘录 其实你要去看 他的focus都放在农业上面 但高雄并不只有农业 有观光业有工业 高雄是工业城市吧 所以他为什么要签那么多备忘录 我认为他最需要备忘的是跟自己说 我是个市长 我不要忘记了 他是需要这种备忘录才对 因为你看他在用人上面 像刚我们其他来宾提到了 他用了谁潘恒旭 我看他的个人脸书 十篇动态 有八篇是韩国语 我都以为在华韩国语的fb 你知道吗 然后他现在用到用人 他说他用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要怎样 没有前科 第二个要专业 第三个要热情 可是对于年轻人看来会认为什么 你用人的三原则 很像是韩粉 无能 会嘴炮就好了 为什么 你只要用一个政务官 他每天只要一直在讨好你 我帮你个光头姐 把自己提成光头 我就可以得到重用了 可是东西对年轻人 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你开再多的直播 都没有用 而且你要看 为什么很少网红跟他合作 这一次凯道这个游行的总招 应该算是馆长是其中一位 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网红 是吗 所以在目前年轻人里面 喜欢的网红当中 其实像蔡拉嘎跟郭台铭 他们会去做fit 会去做合作 可是很像没有人 想帮韩国语做直播 为什么 就像你今天找李克太太来好了 被你搞得变成钱客太太 很可怕你知道吗 没有人要帮你背书 所以你看 他现在只好就是用 自己当做自媒体 就是我自己来开直播 让你看到我们现在干嘛 做什么事情 可是我坦白讲 对我来讲 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 要我看韩国语直播 我宁愿去看唐启阳吃火锅 因为我还可以听他 讲星座干嘛的 我不想让人在你直播上面 很无聊 所以你看那个人数是诚实的 三月份八十五万人 那五月份他五十万人 到六月份只剩下十一万人 昨天直播剩一千多个人 你炒久了冷饭炒久了 就不好吃了 而且网路及生活 对这个年轻人来讲 对不对 所以我要问一下这个迈克 你除了怎么看之外 因为你本身就是高雄市民啊 你是亲眼目睹了 你周遭这些高雄年轻人 对韩国瑜一种态度的转变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 到从头讲起 就去年五月二十 韩国瑜刚成为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的时候 其实高雄年轻人 没有什么认识他 因为我会去吃饭的时候 我说你听过韩国瑜吗 他说韩国瑜是谁 我说他很有名的 就是跟王世嫣对骂 那个叫做是你流氓 我不流氓 我喝口水 我不喝口水的那个韩国瑜 他们其实也没有影响 因为那时候韩国瑜 还没有很多人支持他的时候 其实高雄市的看板 看不到韩国瑜的 有很多很多市议员 宁愿跟张三振合照 他也没有看到跟韩国瑜合照 这很明显是韩国瑜 就声量出来的时候 看板才高雄市 各领利可见 那时候人才知道 原来韩国瑜是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再来是他频频做一些 可以攻击高雄市政府的议题 他很厉害 他不攻击陈其迈 显得他自己有风度 但他攻击高雄市政府 但他成功的去炒热 他的这个话题 让原本大家只知道 陈其迈不知道韩国瑜的人 都知道原来韩国瑜 要选高雄市长 但后期的十月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全国的政治新闻 都在讲韩国瑜 政论讨论韩国瑜 不管好的坏的都是韩国瑜 好我对印象深刻 就是他两次辩论的时候 他其实辩论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是 我有非常去看他 就是因为他感觉 没有办法用那个手势的时候 跟群众的时候 因为他底下都没有人 可以回应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变得很弱 然后一次辩论完的时候 这个议题就很明显 被一个耳机事件 我觉得这也很荒谬 我不知道是哪来的空军 网军去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这个讨论就失交 然后第二次更可惜 就是因为他辩论也不是很好 就是感觉没有做充分的准备 然后呢 那时候其实选举 已经剩下不少天了 就是大家去检视 韩国瑜这个人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变成 这个议题没有被大家去讨论 就变成韩国瑜 其实他只是用一种 炒这民粹的那种 炒作群族意识的这种感觉 去带动他的声势 但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空的 可是无论如何在选前 大家对这个事 你证明他买单啦 对 那年轻人那个时候支持他 真的纯粹是觉得 至少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这是真的 因为就讲北漂好了 像我自己在高雄长大 但是因为念大学 好大学在台北嘛 这是事实 所以我台大 政大都在台北念 那我去年刚毕业的时候 我想说 在高雄找找看工作 确实高雄工作 真的比台北少一万块 然后发展也受限 所以我年约在台北 但他喊出北漂 七年回高雄的时候 就是打动很多那种中间选民 没有政治色彩的选民 就觉得 确实啊 因为城区政府 我们确实找到的情况 是低薪的工作 那韩国瑜 虽然还没有说出明确的做法 让我们至少试试看嘛 对 其实韩国瑜一直说 高雄二十年 这个二十这个数字 我真的觉得生殖人心 因为二十就是我们年轻人 差不多活到二十岁 这种感觉 原来我们活到二十岁 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这种一下被拉之 这种感觉就是 那其实我们可以给韩国瑜一个机会 所以变成 好那时候他支持度这么高 不知道看他的直播 我觉得刚刚Alan讲的 其实我想帮他修正一下 因为其实韩国瑜开始直播的时候 那时候地方选举 只有韩国瑜的直播 有破万的这种实力 对 顾起来他也没有买广告 我不知道 就是每次都有破万 而且讨论度非常的高 我相信很多也是年轻人去看 然后他 他其实蛮诚恳的 会抱怨会诉苦 他觉得还好啊 至少过去政治人物 好像都有点包袱 不太老实 讲话很保守 那我们给韩国瑜这种 直爽 爽快的个性的一个 候选的一个机会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反而是一个落差 就是他说他去选市长 他选总统 他之前说坚决不考虑2020 我觉得那联合报的头条报纸非常大 就是不考虑2020 对 那5月的时候又说 Yes I do 就觉得我作为一高 我会觉得非常的荒谬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那时候 藉由民主制度 就算我不支持你 至少你是藉由这个制度 选出来的市长 我一定叫你是韩市长好 对 这我非常尊重制度 但你 你今天又说你要代值残选 然后鬼扯说 这是我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因为我一直留在高雄 所以我带着参选 就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听得非常的觉得 有点羞耻 即使我们在台北 很多高雄人聚会 都说你发大财了没 你发大财了没 就是变成那种 发财是一种 叶语的口号 就觉得我们这种 高雄人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高雄人会觉得 好像失去这种 城市的光荣感 因为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 说我要让高雄的光 找回高雄市民的光荣感 他在选的时候 本来高雄市民觉得好光荣 大家都来看高雄了 对每天都是高雄 政论新闻 都是高雄 都是高雄 我们高雄终于发光发热了 对啊经济感觉 它是真的起飞 全台首富耶 半年过去了 五十兰高雄 六月一号涨价 跟台北一样 这是我对非常冲击 因为年轻人还喝饮料 以前我都很知道 台北的午餐就很贵 看我们高雄多便宜 就少5块10块啊 六月一号 跟台北一样 这种到底是 谁发大财我不知道 对至少我觉得 所以听到他要选总统 yes I do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也是很看风向 而且同才影响力也很高 所以变成说 他看他转变了 他看他转变了 其实我也觉得 好像他这样没道理 然后变成 我当初投韩国瑜 我都不敢讲了 对你知道吗 那位高中 国中同学 就是呛韩国瑜那位同学 他事后遭到什么待遇吗 韩粉怎么对待他 有韩粉做那个所谓的假新闻 就在下面加注一下 加注一条说 那个他所讲的 你醒醒把那些话 是记者解决叫他讲的 这个是假新闻 结果韩粉全部集体群攻他 霸凌他 还说要肉收他 就是他们的作为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今天我们录影前 我们录影前十分钟 又有另外一位毕业生 因为韩国瑜今天又去颁奖了 前铺后继 他来不及做T恤 他用贴了一个 溜之大吉 前铺后继 然后下面接受 媒体的记者的采访 说他呛韩国瑜说 你吃碗内看碗外 所以这个氛围 已经逐渐发酵了 接着这些年轻小朋友 前铺后继 这个以前在正常上 手机里就有 以前真的没有看过 这么样激烈交锋 是小朋友去呛 他们的市长这种画面 而且前铺后继 今天又去摸人家的头了 又去压了 他以为他神 每次去弄人家的头 灌顶 一般人 你想小孩子也是一样 最讨厌人家 去摸他的头 还去这样子 去摸人家头 所以照光琴这样讲的话 现在对着韩国瑜来讲 是呛吓要如影随形 但是韩国瑜明天 可以到这个造势场合 去好好的取暖一下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韩国瑜又有一场 在台中的造势了 这一场造势 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一周看的这个爆料 那我们在座的光琴也讲过 很多的媒体人都不约而同的说 旺董可能要把 这个韩国瑜丢包了 那现在最关键的一场 就是台中的这一场 到底旺董会不会丢包 就看这一场了 因为按照一周看的这个报道 旺中内部不断的做滚动式的 这个民调显示 韩国瑜的声势 一直在下降 而且是让他们 吓到的那种调法 所以蔡野明 也就是旺董 旺旺集团董事长 他在六月十三号的这个媒体集团 高层主管会议当中 他对着所有的主管表示 韩国瑜都不听我的 民调才会一直往下掉 所以六月十五号 在云林造势之后 如果再拉不起来 以后旺中就不用 再背着韩国瑜了 以后大家新闻就正常的做了 所以之前的新闻 看起来真的是不太正常 而且这场造势 我们可以看到 挺韩的这个声势很大 可是也激起了反韩的另外一方 就有家长的去投诉说 我宁可要看玩具总动员 我也不要看这个韩粉总动员 可是我要问一下这个侍聪 坦白讲 现在韩国瑜 他必须这个积极的造势 昨天国民党台北西线 朱好平来的时候 他认为韩国瑜这是高招 他不得不做 免得他的民调 会被郭董给做掉 你怎么看 当然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以目前国民党的游戏规则来说 他只要固守 他自己的蓝营的基本盘来说 韩国瑜应该就可以过这一关 所以韩国瑜的大考验不是在于 国民党党内的初选 事实上过关了之后 他的难度的问题才在 离开了同温城之后 他怎么样去拓展他的新票源 这才是他的最大的困扰之处 国民党要头痛 对那我觉得事实上 我觉得为什么韩国瑜 会走到今天这个状况 我们看他一开始喊的爱与包容 你可以看到光晴姐就是一个非常 他有爱与包容吗 根本没有 这是很明显大家都看得到 很多媒体 我们有时候在媒体 我们有时候发发脸书 我们稍微讲一下 韩国瑜是怎样的 马上韩粉 我们攻击 我们是也是会被攻击 只是不像光晴姐被攻击得这么惨 另外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去年有一种愤慨之气 为什么愤慨之气 我问了当时我也问了很多 高雄市的市民 他们说这个当20年 政党轮替一下 很正常 大家都认为OK 而且的确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有一种 这个讨厌民进党的这个状况 所以去年大家投了那一票 可是投那一票之后 他现在发现到 糟糕 明年如果再让他当选 那真的是要了我们的命 我们不是讨厌民进党 我们是可能自己会很危险 讨厌国瑜党变讨厌国命党 对这个变成是更大一个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跟他讲话 有时候讲话都真的是 完全不知所云 比如说一开始 像刚才两位年轻人都说 他们很在意那个18%的问题 他一开始说 他的原意是说 我要恢复过去你们的待遇 那恢复是什么意思 18%本来就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那你后来又说 我18%没有包含在这里面 那你是骗大家不会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国道六号也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事情 对 你要花三千多亿 那个到底值不值得花 那很多工程单位 都已经说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硬又要说 我就是可以做到 人定胜天 那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他讲了很多事情 后来都让他觉得说 他真的是毫无准备 而且是真的不知所云 比如说他前几天被他嘟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登革会大爆发 他就 对 尤其如果真的 曾经麦旁边 对 他更会觉得说 那真的是完全是不 所以我觉得 其实韩国以 韩国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 他绝对在 国民党里面初选过关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都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反观郭台铭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郭台铭他的票源 其实国民党真正会忠贞的 会投给他的票比较少 他的票很多都是在外面 所以现在呢 如果以这样子对决下去来说的话 事实上 我前几天有跟一些这个 郭台铭他们内部人士有说到 我说万一呢 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现在头都洗下来啊 他已经都辞掉董事长了 那万一他没有选上怎么办 他说他们现在在这个 这个做一些相关的规划 也就是说有几个情形 就是万一他没有选上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郭台铭董事长 他还有这个鸿海的董事席次 所以他在董事席次里面来说的话 说实在的 谁是董事长 虽然名义上他不是董事长 但是他还是可以 那个鸿海公司 这是万一他在国民党 党内初选败了 但他们有想到一个可能性就是 那如果即使是输了之外 然后又自己参选呢 他们有现在投下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国民党党内没有初选 初选输了 他自己再出来选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他现在在问很多这个相关的 这个他的这个幕僚 或是相关的政界的这个反应 那当然他最后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其实郭董可能在 这个战略上犯了一个 非常大的错误 也就是说他既然他一开始的时候 设定是要他要打年轻人 他要这样的选战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用那些 过去的政治人物 在当他的重要的幕僚 那些都是已经是过期的人 有时候都是选举的败将 或是过期的人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在用人 在用这个政治幕僚这一块来说 我觉得他有非常大的失误所在 对而且对年轻人 他看到这个名单 天啊又是这些老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他 他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不怪他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是政治素人 他以前没有玩那么多政治 如果再让他有长一点的时间 我相信他会比他进入状况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对比 我这个不是在捧 这个郭台铭先生 如果我们对比他过去的用人来说 其实他也蛮会去用一些 他后来你会觉得说 他用人用的人都还蛮对的 而且他也会去 真的是去李贤下司 去求很多人来 让他们公司索用 比起韩国瑜 他真的是比较会把对的人 放在对的位置上 我觉得如果以用人的格局来说的话 因为他毕竟能够把一个小公司 搬取那么大的公司 那个用人你已经不用怀疑他 他绝对有那个能耐所在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国民党我觉得反而是很头痛 初选赢了可能大选会输 那初选会输的 那个大选有可能会赢 所以现在变成是 而且初选输的回去还可能被罢免 什么都没了 有可能是双杀 现在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 现在民进党搞不好 就默默的在拱韩国瑜 希望你出来 我们可以双杀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际遇反而不是很好过 可是光景 按照这个主办单位是表示说 6月22号他们预估会有20万的韩粉 全部涌来现场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旺董就不会丢包了吗 其实旺董那个观察 或许应该放在初选有个胜负 他再来思考会比较关键 那前面呢 可能是他为了激励士气 以及看到民调真的很低的情况之下 脱口而出的 那否则的话旺董的面子 完全嚇了了 因为压错宝了 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冲击 而且整个集团挺成这样 民调还这么低 你看了你会做何感想 至于后世的肇事 台中本来就是 你不要以为是台北 台中是所有县市里面 韩粉最挺最多挺韩国鱼的直辖市 我们县市之一 就是这一场可能会 继台北市之后 不要再讲40万 诚信原则 你如果讲十几万 大家或许还觉得很扎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台中这场可能会是 继台北市最高的 那个最高潮之后 第二个高潮 就是说当然后山花莲 他们因为地域限制 而且云林 我听在地的明代讲 他是换过场地的 而他们后来换那个场地 不只是小 而且前几天才刚下过雨 旁边又几名车道 所以那个场地 本来就是不会容纳太多人 而且椅子一算就是 原先准备那个红色 那椅子就一万五 那现在问题是说 台中市就算造势 就是再造成功了 他还是只能固守基本盘 对不对 就是他还是原先那个策略 就是希望能够固守 铁粉的这个基本盘 唯一支持 那希望再初选过关 我觉得他的外扩性 还是不强 人家就说 看警长造势 他的内聚力 一直还是很稳固 可是他没有外扩性 那这边讲就是说 国民党中央 他们真的是对国民党整体来讲 他们可能会 有可能迎接两个未来 国民党有史以来 最凶险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最凶险就是 韩国瑜 他们比较边缘化的 这个我们讲说深蓝的 或者铁杆深蓝的 或说军公教 军公教也不算是最边缘 我们就想说军公教里面的 军系的这个系统 就是黄富星的那种色彩的 以及就是铁杆深蓝的 这个会弱化国民党 就是很多民代私下跟我讲 甚至我们私讯 他说他们不想 也尽量不要让这股势力回来 那这样国民党就完了 那第二个就是 民进党 坊间一直在说 是不是热忱欢迎 热忱欢迎韩国瑜 他通过初选 因为未来比较好打 那这个也是国民党 高层的忧心 就是怕他就是赢过初选 但是输了大选 对国民党来讲 其实是蛮凶险的 就是呼应我先前 所以才会有郭台铭的出现 以及隐隐约约的看到 国民党中央的他们的一些暗潮 那可是目前没有看到 在最后两个礼拜 郭台铭有任何转机 那好在王金平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王金平退出初选 而大家预料可能有一成左右 或者说一成以下的 这样一个支持度转注在 郭台铭身上 那后续我可能看朱立伦 可是这个时候来得及吗 因为紧接着礼拜天 马上要发起一场 反红媒的大游行 这是由馆长 还有时代力量的立委 黄国昌所发起的 拒绝红色媒体守护 台湾民主的大游行地理人 就在凯达格兰大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妙的是 他们其实有邀请 很多的政治人物 还有几位总统参选人 希望能够来到现场 可是大家好像都不太敢来 不知道为什么 郭台铭本来在第一时间 说他要来参加了 后来被蓝营内部骂翻了 说你居然跟台独站在一起 后来呢郭台铭就改口 不参加游行 他的理由是 以免宣兵夺主 可是他支持 拒绝媒体操控民主的理念 台湾不需要中间媒体 那柯P则讲说 我们对假新闻非常有意见 不过那也不管是 这个红色媒体还是绿色媒体 或什么色的媒体 那朱立伦则说呢 不管媒体在言论上 偏向哪一方 台湾都会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不应该媒体偏向台独 还是亲中就去表达抗议 所以请教他这个学委 这一场拒绝红色媒体的 这个大游行 对于国民党内 要参加初选的人来讲 对谁比较伤 这个红色媒体对谁比较伤 这个很难就考虑 因为韩国瑜 现在是金刚不坏之身 你还认为他金刚不坏 因为他真的说实在话 他的那个凝聚力太强 而且韩粉说实在话 我跟你讲 这个韩粉疯狂到什么地步 不管你讲什么就是听不进去 反正我就坚定韩国瑜 你知道吗 非韩不投 非韩去交友这样 就是你如果不是韩国瑜 我就不投 如果不是韩国瑜 我们就整群去交友 就不要去投票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种东西已经 你知道为什么韩国瑜 一而再再而再 一直在办这些造势活动 你知道吗 凝聚这些韩粉 对不对 守着电话守着你 他就在告诉你说 百分之十五的那个互比 有没有 我每天坐在电话头上 他就开始灌输你说 你选举那个民调 那个什么初选的时候 民调的时候 你们就天天守着电话 24小时守着 而且你知道吗 还告诉你说 你电话拿起来 讲说你二十五岁 对不对 那有加权比例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韩国瑜也是 一造势 也是说不得已 你说这些总统 有意参选 那个大位的人 你说他们怎么可能去 这种 因为这个色彩很明显 拒绝红色媒体 人家党内就会告诉 国民党就会跟你讲 里面就有很多民众 就告诉你 你去参加那个什么 拒绝红色媒体 你为什么不去拒绝 绿色媒体 这样你要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你去的时候 等于是在押注 而且是在把自己的支持者 往外推 所以这些人当然 你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可是你绝对不能到现场 你去现场就是带队 我停这个 你怎么可能会 你停这个 我说真的 红色媒体 看红色媒体的都是深藍 对不对 你不是等于说 你去修理自己人 那这个说实在外 黄国昌跟陈志安这两个人 他只是在看网路上去宣传 去说的话 所以今天这个去的人 就可以决定说 他们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其实他们时代力量 黄国昌可能也在为自己操兵 对不对 如果那天去的人真的很多的话 那就表示说 真的台湾已经对于这种红色媒体 就像反送中的活动一样 没有人在动员 只有这靠这些网路上宣传的话 没有人实际去动员的话 如果还能够聚集三五万人的话 那表示这个声浪 以后会形成台湾的一个力量 其实他们时代力量 黄国昌可能也在为自己操兵 对不对 如果那天去的人真的很多的话 那就表示说 真的台湾已经对于这种红色媒体 就像反送中的活动一样 没有人在动员 只有这靠这些网路上宣传的话 没有人实际去动员的话 如果还能够聚集三五万人的话 那表示这个声浪 以后会形成台湾的一个力量 不过黄国昌那个时候针对于这个 反红色媒体这场大游戏 因为他说他没有钱办这场活动 可是呢很厉害的是一天之内 他要募款一百九十万就立马到位 所以那天到底会来多少人呢 我们知道在座的 其实我们好几位来宾可能都会去现场 包括雨勺你在内 然后呢还有这个 艾伦的这个哥哥网红凤梨 上礼拜也讲 很多的这个网红都在私底下串联 跟动员 所以大家也都在看 这一场的这个拒绝红色媒体大游戏 不过我要请教这个雨勺 那再回到你看 这个礼拜的两场大游戏 多么强烈的对比 一边是韩国瑜的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另外一边是拒绝红色媒体的 都是年轻人 现在听到的都是年轻人要去 那你怎么看 这样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的这个声势 如果造起来的话 那就算了 如果造不起来跟郭台铭很接近的话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还有对于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 已经定于一尊来讲 谁到底比较难打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说韩国瑜跟郭台铭 现在互咬的状况之下 即便初选完了之后呢 还有两个比较悲惨的剧本 第二剧本 只要他们彼此之间竞争 没有像民进党 蔡英文赢 这个赖兴德 8点多%的话 我们先说两种这个情境 第一个是呢 郭台铭赢 韩国瑜 假设都是在误差范围内 比如说3%好了 这样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任性的韩粉 就一定去包围党中央 而且呢 怂恿韩国瑜啊 一定要脱党竞选 这是叫国民党的实质分裂 即便是郭台铭胜出 但是呢 韩国瑜也一定要选嘛 这是第一个 两难只要分裂 两个出来选 那当然对民进党的状况 就比较好 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 好 假设韩国瑜胜出啦 但赢的也不多啦 好 那因为郭台铭的支持者 比较理性 他也没有组织嘛 也没什么人敢真的去包围党中央嘛 他们造成结果是什么呢 好啦 我给你算好了啦 但是明年选举我不出来投票 就变成是什么呢 理性难的人呢 因为啊 觉得啊 这个韩粉啊 跟韩国瑜啊 很过分 结果呢 投票率下降 这等于也保送啊 民进党啊 就连任了嘛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三个变数哦 第二变数是什么呢 如果两个人都出来的话 刚才现在讲 什么红梅绿梅的 这位柯先生柯市长 他出来的机会啊 就相对较高 这是第一个 造成的影响 第二呢 这场选举啊 还有这个出 我现在说是 选完的整合 还有对国民党梦魇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呢 实质分裂 要不然呢 就不出来投票嘛 这都会饱受民进党啊 蔡英文连任嘛 还有柯文哲出来啊 变成四五个人出来选 那现阶段还有什么问题呢 朱立伦啊 从王金平以外 朱立伦啊 也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为什么呢 根据绿党王浩宇 他们做民调 朱立伦恰巧是啊 这两个人 就国栋粉 国栋好了 还有这个韩粉啊 彼此之间呢 唯一可以接受的第二人选 也就是说呢 你叫我韩国瑜啊 韩粉啊 去支持你郭台铭啊 办不到啊 现在都已经咬成这样子嘛 到过来呢 要叫这个郭粉啊 去支持韩国瑜啊 办不到啦 也没办法 因为啊 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也就是呢 高级兰啊 跟草根兰啊 这些人互咬啊 他这时候呢 忽然有一个人 除了王前院长之外 这个朱立伦忽然变成是啊 双方的粉丝跟铁粉 可以接受的第二人选 这就是呢 朱立伦的第一个机会 也许呢 你们两个人有的 我都有 还有呢 你们两边的粉啊 对我都没那么排斥 OK 我也是有不错的历练 然后呢 原则上呢 朱立伦啊 经过换出风波之后呢 我也可以呈现啊 我比较理性 所以说呢 这是朱立伦的第一个机会 第二是呢 我觉得朱立伦现在啊 他应该把所有的资源啊 溢注到 礼拜一开始的哦 这个三场的国政辩论了 相较这两个人来讲 郭台铭用人虽然没有问题 但你要讲啊 整个国政方针呢 对不起啊 虽然有幕僚帮你捉刀啊 一时之间呢 你还是没有办法容误状况 你最多只能讲企业经营嘛 讲全球话嘛 讲全球生产分工练嘛 跟大家分享 你跟世界领袖互动的概念 那那个韩国瑜就不用讲了 我认为他还是只有口号 所以朱立伦应该把手上啊 仅有的资源啊 压在 孤注一指 把所有的YouTube的广告啊 让蓝营的选民啊 有一个下车的替代方案 国民党 但问题是啊 谁最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呢 那当然是党中央最不想看到嘛 韩国瑜就不用讲了 我认为他还是只有口号 所以朱立伦应该把手上啊 仅有的资源啊 压在 孤注一指 把所有的YouTube的广告啊 让蓝营的选民啊 有一个下车的替代方案 国民党 但问题是啊 谁最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呢 那当然是党中央最不想看到嘛 也就是说呢 我们都知道吴堆毅跟朱立伦之间啊 有这个矛盾啊 也有心结嘛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啊 第一个我们今天说国民党的初选 第二个是呢 我都觉得这场游行啊 在这些人物之中啊 勉强会加分的是郭台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这刚好是啊 一个光谱的对比 郭台铭最多还会说中间媒体 不论他是跟韩天 或是韩国时报 有多么的深仇大恨啊 但你愿意去说这样的话 虽然他也去做一些平衡啊 比如说他怕丢生来的选票 他也必须要去看八百壮事啊 人家发新书也要去啊 但是啊 因为这个游行有两个联动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反送中 现在的温度还在往上走 今天我看新闻 现在又几千人啊 在港府门口了 第一个是什么呢 大家对于啊 某特定媒体啊 趁某个候选人 对年轻人来讲 或对啊 理性选民来讲啊 基本上都已经觉得受够了疲乏了 在这三个人强度之中呢 至少他敢直接讲说啊 台湾不要中间媒体 所以他被拿得到 年轻人跟青壮世代的票 只要他的选举策略 像我刚才建议的 是比较呢 能够倒过来接地气 去包装自己的条件的话 那柯文哲现在没差 他且战且走 他还要等双城论坛开完啊 所以啊 故意平衡嘛 他不论是红色媒体啊 那绿色媒体啊什么事反正我是白色嘛 那朱立伦啊在这个地方就不太聪明 你这个时候啊 应该要想办法 在两岸关系上 或是呢 跟某特定媒体上啊 你不用再讲说什么偏台独啊 或请中 你只要批评请中就好了嘛 你不用去批台独了嘛 台湾的任何一个媒体啊 或是啊 报纸都一定有他的立场 但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一个媒体跟炮纸的立场 像那一家的立场这么明显 更重要的地方是啊 内部员工今天有个资深的某集团的 好吧 就是中石的南投的记者 他12年 他写了一封信 告诉大家 我不想再住我自己会讨厌的人 他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资深的地方记者 我为什么要离开中石集团 这个现阶段在网路上疯闯 年轻人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就又要酝酿成一股啊 舆论的力量 那政治人物一定要搞清楚 舆论啊 往哪里走啊 如果你想要争取是年轻选票的话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加码 那我觉得 虽然这些人的话都已经说了啊 但是啊 年轻人就会做这样的比较 跟直觉 跟感受 原来郭台铭啊 你有感觉 你敢直接讲说 不要中间媒体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 会帮他做各种哭说 这个中间媒体是什么 媒体嘛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在这地方 可以加年轻人 你要听到年轻人刚刚分析 当然我先就馆长 馆长也是后来跟我们同一批的 就是我们当初采访他 或是后来采访他 他都韩国瑜都再三承诺 他绝对不会选 不会考虑2020 而且是有影音党的哦 他是可以完全推翻 对 那你就有一些人 他说你怎么做 你只要不要叛国 我们都可以的 我们不是这批人嘛 那所以馆长呢 他带领出来 某种程度已经是反韩 坚定反韩了 但是他可以带动 其他的网红的串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政治人物 现在有这个效应 就是说在上次 柯文哲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那时候民调显示他可能会落选 对 很纤维的差距 他立刻去进步 他立刻结合馆长 来了一场他们的对谈 对 我不能说就等于说 他的后来当选 对 就靠那个 但是他政治人物的判断 他们团队判断 为什么紧急的跟馆长 有一场合体 因为他那边有一定的base嘛 对 他base是大的 对 就这个非常实际 要下猛药的时候 他去下这一帖药 那你想说 有些人觉得馆长形象不好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政治人物 络绎不绝的往那边去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选举跟这些网红之间的 不管你是大中小的网红之间的 他有一个这个效应产生嘛 所以你就看到 这网络时代有这个效应 那至于黄国昌 他是在等于说 反旺中的part 2 他不得不出来 他再不出来人家说 那你以前反成这样 你现在都没有声音 在上一次 柯文哲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那时候民调显示 他可能会落选 对 很纤维的差距 他立刻去进步 他立刻结合馆长 来了一场他们的对谈 对 我不能说就等于说 他的后来当选 对 就靠那个 但是他政治人物的判断 他们团队判断 为什么紧急的跟馆长 有一场合体 因为他那边有一定的base嘛 对 他base是大的 对 就这个非常实际 要下猛药的时候 他去下这一帖药 那你想说 有些人觉得馆长形象不好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政治人物 络绎不绝的往那边去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选举跟 这些网红之间的 不管你是大中小的网红之间的 他有一个 这个效应产生嘛 所以你就看到这网络时代有这个效应 那至于 黄国昌 他是在 等于说反旺中的part 2 他不得不出来 他再不出来 人家说 那你以前反成这样 你现在都没有声音 所以比较符合 郭台铭这一阵子主打的反旺中 以及跟韩国一世 相互竞争的对手 总是敌手吧 总是敌人吧 不想让那个人得逞的这个氛围 但是你要注意黄国昌 他当然是深绿的 他当然是支持台独的 可是两个人虽然反韩 或是反旺中 他们并没有说要挺郭台铭 所以我们下面观察指标是说 他们都站出来看 那一次等于说 可以制衡韩国瑜这么多场造势 那我们要看馆长的动员能量 那郭台铭显然他不会是 因为这场这个造势 而会失分的吧 他相对他受益程度会有多少 这场这个游行 他的确是会加注在这个郭台铭身上 他是受益人 这个是确定 只是说他受益程度有多少 我觉得这未来值得观察 不管是2020年 或是再更往后 2022年的九合一都一样 谁能够掌握年轻人 就是胜出的关键 这也是目前为什么 不管是郭还是韩 他们要这么积极的在 年轻人市场里面下功夫的这个关键 可是关于这一场拒绝红色媒体大游行 听说有一个很吓人的新闻 你们会不会害怕 就是听说要去这场拒绝红色媒体大游行的现场 老贡呢会用这个监控的 而且呢是用人脸辨识 去监控你们每一个去现场的人 是真的吗 其实这个新闻当时出来 我们都蛮傻眼的 因为那时候网上流传一个新闻 是说呢 在623的游行当天呢 中国要是这个所谓的天眼监控的这个技术 假监控台湾 该打格兰大盗总统府 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看就觉得 蛮傻眼的 蛮shock的 那你说相不相信呢 我认为或许一开始来说觉得会相信 因为这个让我联想到有一部 很有名的影集 叫做黑镜 Black Mirror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影集 在他第三季的第一集当中 就有一个故事 他说未来的社会 社会当中呢 政府已经有一个技术 是人脸的辨识 每个人都可以把他的脸 变成一个ID 然后会扫描你的得分 你猜猜为什么活动什么的 那这个分数呢 会成为你在社会上的一个凭据 这个技术在近期 在美国那边的一个报告里面 也指出很像已经慢慢应用在 部分国家的部分地区 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存在 所以当时这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蛮震惊的 但你说这样会不会让年轻人 不敢上街 我认为倒是不会 因为就像我们这样讲 如果今天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未来的五年十年后 台湾还是可能 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 甚至是更严重的 所以这个 我就问一下这个Mike 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恐怖了吧 那这样子会不会害怕 如果你们去参加 这个反红色媒体大游行的话 都被老共人脸病 而且听说当天有很多卫星 会对着台湾的凯达格兰大道 去一一搜正 然后以后呢 如果敢去大陆 就倒大霉了 我相信中国或中国共产党 绝对有这个实力去发展 这种科技去监控台湾 这我绝对相信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金评媒 这个网路媒体 他真的是 你去看他的网址 他是wow.cuso.tw 就是这种 他今天把你告诉你说 我不是做假新闻 我是做很瞎的新闻 那你觉得这就是 不是真的新闻啊 所以这不是真的新闻 它是假新闻 我再来看它不是真的新闻 它是有点把政治变轻松化 就是因为习大大好像中国人都不敢揶语嘛 那我们台湾人来揶语看看 反正你那么喜欢管台湾的事物 那我们就揶语一下习大大 如果金评媒中国这样监控 你会觉得我就是要反中势力 那刚好跟这个 我们游行的目的反洪媒 不是有一曲同工之妙吗 虽然你去看金评媒的网站里面 很多都是什么 含上习下这种 很夸大的slogan 就是说这就是很假的啊 就是苦手来搞笑的 可是有一些人搞不好要去 看到这个还以为是真的 但我觉得也不错啊 就是你今天 如果有见面中国这样监控 你会觉得我就是要反中势力 那刚好跟这个 我们游行的目的反洪媒 不是有一曲同工之妙吗 对啊就是我们反对 同色势力去介入台湾的民主政治 因为有两个对比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清楚 就是说中国现在实行 脸部辨识系统 社会信用评比制度 还有学习强国APP 新疆学习营 很多年轻人接触网路都知道 中国正在实行 所谓的天网计划 听演计划等等嘛 所以说呢刚刚好这个 枯手啊 会让年轻人的性格觉得怎么样 我不怕啦 我是勇敢的台湾人啊 你要故意监控我 那我就走给你看嘛 因为年轻人啊喜欢对抗权威 即便知道这是假新闻 但是呢我就将计就计嘛 大家有辨识程度嘛 因为我刚才问那个年轻人朋友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反串 不然就是倒过来说 比如说他刚才说的 唯一支持韩国瑜去选啊 中国国家主席 简单讲帮中国发大财 帮世界发大财 大家都知道这什么意思嘛 就枯手 恶搞嘛 就第一个 第二呢刚好现在有联动效应 就是反送中嘛 年轻人刚刚好利用这个时机呢 反送中我们只能祝福香港朋友 但是呢红色媒体啊在台湾呢 年轻人只要从51挑到53 中天呢就有个凹字嘛 甚至故意把那个频道锁起来 或去吃小吃的时候 都发现啊 那一台为什么一直在播报同样新闻呢 所以刚刚好 中国刚好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待他们自己的人民 香港在反送中 现在年轻人 第二个激发出来是使命感 现在换我们台湾年轻人来 所以呢这就是网路上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用什么发机我 老师你觉得你是不是年轻人 对还是你觉得你是老扣扣 我说我是年轻人 那老师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就是我们年轻人 所以咱们用这样的方式 像上礼拜去参加那个反送中游行啊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是什么 是高中生 为什么是高中生呢 其实台湾的民主教育做得蛮好 一方面是现在高中生犯暑假了 第二个什么大家都有同才压力 而且对年轻人来讲 只要政治变成是一种呢 羞旧的流行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那个什么呢 兴趣跟好奇心去参与 虽然很多人在那里打卡 也在那边写脸书 或发那个IG 但你知道的地方是呢 它变为是一个风扇 那投射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国中模范生啊 我告诉你它会变成一个流行 只要不小心这东西啊 变成是一种串联 然后呢年轻人都觉得啊 要在胸前贴啊 弃职潜逃啊 或是夹挖挖挖挖挖啊 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事情 那它会向啊 另类的民主的病毒去散播 那这个对韩国瑜的声势来讲 就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而且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麦可听说年轻人就更坚定 反中的决心了 就是很明显的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一直在打压台湾嘛 不管是国际上啊什么 所以这种历史 大家都已经很心知肚明 就是中国是一直在介入嘛 那你今天又有一个旺旺中史 在那边洗脑家长 就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说哎 我妈妈好像真的是寒粉 但我怎么沟通都无效 然后后来问我说 那你有什么看法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红色是去介入台湾 一天一天渐渐的 真的会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可能就转特定的媒体 然后就觉得 他相信是真的 也没有时间去比较 其他媒体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一定是真理 我们为了某种价值而占这种 就是反红美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种 红色是去介入台湾 一天一天渐渐的 真的会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可能就转特定的媒体 然后就觉得他是相信是真的 也没有时间去比较 其他媒体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一定是真理 我们为了某种价值而占这种 就是反红美这件事情 可是关于中国介入台湾选举这件事情 美国已经忍不住讲话了 学伟 我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卫星设备 我第一次看到有可以人脸辨识 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 中国大陆可能没多久就要统一全球 不是因为最近那个印太美国那个印太地区的那个助理部长 有没有薛瑞福跟那个台湾台湾的那个默建 亚太友协议主席默建 他讲说要防止中国大陆在进入选举 因为他包括说两千年开始就有很多的什么谣言 微弹恐吓 飞弹恐吓或者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一些谣言 或者是一些恐吓什么 恫吓的一些东西进来 所以他们觉得说我要提供一个技术 因为美国国防部 他们现在要跟台湾合作 就是给你一个安全的建议 就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假新闻 什么是是不对的 可是我觉得说 那你相对来看的话 你有沒有觉得很奇怪 美国这样告诉你说防大陆 介入你的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美国是不是相对也把手伸进来 因为他的国防部 他告诉你这些技术的合作 这些安全合作的方式的话 美国是不是也把手伸进来 所以就觉得说美国现在 其实为什么美国最近 你有沒有发现川普政府在最近 哇怎么包括台湾怎么保证法 什么东西一直通过 中央院还通过对不对 而且他还卖我们武器 还有共同我们协助我们进入国际组织 嘴巴都是讲 好像对台湾非常的关切 非常的好对不对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这都只是做做样子 他除了说一个F16V卖给我们之外 你说实质上我们要的F35 他也没卖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加入 什么国际组织 还是被打压 还是被那个 所以美国这些动作 为什么 可是很多台湾人竟然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资金的关系是几十年来 最好的时候 那你不觉得美国对台湾的 这种关系很奇怪吗 所以导致现在台湾一批人 应该说两批人 有些人就在亲中 有些人就决定要亲美 那我是觉得说 亲中跟亲美 其实都有他的危险性 对不对 你如果亲美的话 说实在话 大家都觉得说 美国只把台湾当作是棋子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美中贸易大战之间的话 美国需要他的盟友 好那去习近平 就在聚参体之前 你下令我 威胁我来这边跟你谈判 对不对 乖税忙去谈判 那我今天就去跟金小胖 报一报 让你知道说 我跟金小胖关系很好 那两相权衡之后 你觉得美国会放弃 台湾还是放弃 放弃北韩 还是放弃南韩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当然台湾会被 抛弃嘛 那你亲美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把台湾慢慢推向于战争的边缘 那你说亲中呢 亲中最近 反中中的事情闹成这样 一国两制 根本在台湾是不适合的嘛 所以你看 你一位亲中的人 是不是是卖台 让台湾也是推向